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前中国首富、旺达董事长王健林,拥有将近2000亿人民币资产,约新台币9000亿元。 近日有中国网友在北京的地铁上捕获野生的王健林,引起其他人热烈讨论。 网友贴出王健林搭乘的铁的照片,画面中可见,身穿西装的王健林在几名保镖的陪同下, 与民众共计在同个地铁车厢,网友见状分称,终于和前首富做了同款坐驾, 还有人开玩笑表示知道北京,交通,有多堵死了吧,首富都来坐得铁了,64岁的老人,没人让坐吗? 据了解,拥有2000亿人民币资产的王健林,一小时的收入高达人民币424万元,约新台币2018万元。 若想买一辆宝马或宾室,仅需要10分钟。 王健林除有宾室S600SEL当作驾外,还拥有价值新台币3.7亿的豪华游艇, 即要驾新台以16亿的私人飞机等交通工具,除了近日被网友在地铁捕获的王健林, 小米创办人雷军,华为创办人任正非也曾被中国网友直击低调搭乘的铁通勤。